我們經濟部部長 請經濟部張部長 部長今天您的報告包括國發委的報告 其實我發現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你們有講到開批率的問題其實是非常的高 閒置的土地也不會很多 總體來講 但是其實大部分 兩個問題沒有發現到沒有講 第一個就是我們目前的工業區大部分都是老舊工業區 那老舊工業區來講就這個老啦 舊啦 小啦 區塊他並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零碎式的 那第二個呢在老舊工業區當中 他有大部分就算有閒置 也大部分都是私人的了 已經成為私人土地了 所以你說他閒置 你政府是沒有辦法做任何動作的 你就必須自己去跟地主去買 那再來也針對說 今天 當前的這個面臨的土地問題也沒有提到我們呢 這個也沒有提到說我們當前的土地在廠商回流 或者是說我們這個業者想要這個使用工業區的這個土地 或者是想要找土地的時候所面臨的是什麼問題 以及你應該要做怎麼樣的跨部會協調 所以台塘呢說不我們一定要呢這個市地一定要做採這個徵收的一個管道 好那大家都知道啦 你如果要徵收那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一定是你開發的你收購的土地比較長 而且呢招商也比較困難 可能在這個跑程序的過程當中 這個這個 這個業者已經在可能在國外 或在別的地方 在通常都在國外都進行土地開發了 好那對於這些 這個台塘來講 他為什麼他堅持 他說我們有內規啊 那這個內規呢 他其實 他心裡的糾結 不會就是兩個 一個叫做土利 一個叫做賤賣國土 那其實現在我們的 呃這個整個在即使是協議架構 我們都有一個基準 因為現在土地徵收已經是用市價徵收 而且我們又有實價登錄 土地價格是清清楚楚的 其實台塘的疑慮 這個已經時空背景不一樣 根本沒有所謂的賤賣跟土利之鞋 所以這個部分我不知道 你這個怎麼看 針對我們 現在我講的都是實例 你現在雲嘉南到我高雄 都是你包括說我們嘉義 我們這個等下陳委員 他一定會有一些意見 馬仇厚 那其實也是台塘問題 包括台南市 現在開發工業工業區 也是跟台塘的問題 全部都卡在那邊 包括我們高雄的核發工業區 目前這三年來 唯一你們核准的可能有望的就是 只有核發而已 不好意思我們搞了也快三 將近四年了 好 從環評包括從現在台塘土地的協調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部長 您怎麼看這個土地的問題 就是說這業者也需要土地 好 謝謝林委員的指教 基本上剛才林委員講的這些狀況 目前都是現實的狀況 也都是事實 那麼我們對於這個老舊的工業區 過去有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因為大部分開發是由民間開發 就是委託民間開發 以後土地使用人他就是架構了 所以他持有了以後 現在如果說要把它再收回來 是非常困難的 那麼所以這部分土地其實有一部分 是低度利用的 剛才我報告裡面 我們要有一些做法 希望說能夠讓它能夠再活化 那另外在雲嘉南地方 涉及到有些台塘土地的問題 其實我們基本上在部裡有一個 專門處理台商回台投資 或者是外商來投資的時候 找不到土地的問題的處理 其中很多都涉及到台塘土地 那台塘它基於一個公司 而且它是一個事業單位 所以它不願意說是好像 我這個公司就是專門賣土地的 所以他們非常希望說我這個土地 要嘛我就要自己能夠活化利用 要不然的話 我就要有一個有效的方式來提供 所以針對政府要開發的 政府要開發的這個工業區的話 台塘就會願意提供 他是願意說你用來征收的方式 那至於那個協議架構的這一部分 我跟那個委員報告 基本上台塘他是希望 他們在董事會的決議是指租不售 他不希望把它賣掉 就好像土地賣完了 好像台塘就沒有什麼其他的業務了 所以他希望能夠指租不售 要不然的話你政府開發 你要用征收的方式 正是董事會的決議 你這個就很吊詭啊 你說台塘他是國營事業嗎 他又不是 又是董監事 那既然董監事就是民間的啦 民間的話其實是可以自主性的喔 他是國營事業 對 台塘第一個他是國營事業 但是他有民股 他有少部分民股 民股是小民股啊 所以今天部長 部長 我今天請你來備詢 如果你接受台塘的這個說法 你就不配做經濟部長了 因為你就是要沒有聽我講完嘛 今天為什麼要排這個議題 就是因為我們幾乎這個業者 他找不到土地是現況 那你現在還糾結於台塘他講的 說他們受限於他們董事會 他們自己董事會是內規自己定的啊 你到底國家的政策你要不要拼經濟嘛 你現在就找不到土地嘛 你土地的徵收的時間冗長嘛 那以及說你如果在江上 如果台塘土地你在這個進入到徵收的 這個審議委員會的話 他又說你這個土地一定又要公益性 又要公益的這個必要性的審查 這個根本就是矛盾嘛 因為我已經跟你講了 今天你一定要看到你們腦子一定要變 現在馬政府為什麼一個服貌搞成這樣 你做技術推動的人為什麼搞成這樣 你們沒有看到社會在變嘛 那今天我已經告訴你大普案是明明白白告訴你的 我們就是已經包括法院也做了判決 所以導致你們內政部已經說這個協議架構 你們內政部審查已經不走幾乎大家都很保守 對於土地徵收都是走協議架構了 現在已經變成這樣的審查機制了 這個是這樣的文化了 所以你當你還在很堅持說好你台唐接受他董監事的說法 說好我再用徵收的方式 然後又說他是董 他是他們自己呢這個董監事又有什麼民股在 民股是小股欸 你董事長跟董事會是我們是佔多數 到底你的國家政策這個算不算公益性啊 你這個東西你一定要想得很清楚 所以你自己要主導 所以我在這邊具體建議 你短期內你台唐應該儘速擬定你的土地出售方案 你的出售準則 你的準則性 你的通則性 這樣才能配合你現在 你說要這個台商會 我現在不是只針對台商 光是國內的業者要擴廠找不到土地啊 國內的業者光要擴廠 就在這邊餵土地啊 這個真的是絞盡腦汁啊 深處無門啊 我講的現在就是實況喔 部長我今天講的都是現在的實況 讓你知道喔 因為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你說你說 基本上我們過去一年多 對於需要台唐配合提供的土地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 台唐其實到現在為止都是配合的 並沒有說是不配合喔 那但是說 比如說他希望用哪一個方式 來提供土地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要協調 我們不能說 今天 台唐是他提供土地 那我們一定要 他用哪一種方式來提供 所以 所以部長我們講的呢 都是講 你如果再這樣放任他們 那你的台灣競爭力就是 真的是在向下沉淪了啦 部長我在這邊講的 剛才是針對台唐 你應該指示台唐 現在目前我本身也具體建議 等一下我會做成臨時提案 你這個台唐目前你就應該做出你土地出售 然後通則性跟這個準則性的一個標準在哪裡 然後呢第二個你在長遠來講 你經濟部尤其是工業局 你針對這個非工業土地變更為工業用地 你一定土地徵收方案的 對於當前面臨的土地問題 你應該經濟部 那與這個農委會內政部 跨部會協調你要處理相關的因應政策啊 這個才是具體務實啊 部長您是您是部長耶 你是在管台唐的耶 今天你的你知道你現在呢 講了那麼多的產業結構什麼的調整 那都是做文章啦 今天講那個做文章 你沒有解決問題嘛 我今天講的是解決問題再來 因為我時間有限齁 還有呢你們說要這個高職化 好你們高職化高職化在哪裡啊 我舉一個例子 你這個 一百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初步的統計 當場所單位全年生產總額前五大行業縣市分佈 製造業比重最高的是哪一個縣市 是我高雄市佔了百分之十五點六一 製造業四大工業場所單位全年生產總額分佈 化工業跟金屬基電工業也是以高雄市最高 但是呢政府及國營單位的研發部門 卻都不在高雄市啊 對於產業轉型 你們都說要高職化產業轉型 要投入研發 結果呢這樣的比例你沒有因地制宜啊 你沒有在意實化的高職化 我覺得做得很好的就是你的金屬啦 我這也要給你鼓鼓掌啦齁 但是不是你部長任類的 這是延續性的就是以中鋼領頭 高硬大成大金工中心 他們成立完整的研發鏈 那你實化高質化所有的實化產業 化工的這個東西是以我高雄市最多 全國就是高雄市最高了 所以你應該是比照這個金屬高質化的做法 把你實化的研究單位你不要告訴我 那個工研院是在中部 那你這個你其他的相關的研發單位 也都是在台北 所以我是具體建議的研發機構要南下 到高雄來啊 林委員我說明一下 我很高興你提到這個 基礎產業這一部分 今天這個南部我想林委員非常清楚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就是 這個羅斯羅茂在鋼山露竹地 我現在講的講實話嘛 你的那個研發單你應該評估嘛 我先跟你報告這個狀況 其實那個羅斯羅茂的高質化 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因為過去其實 誰領頭 中方領頭 我在擔任董事長的時候推動的 好啊那你就以這個經驗來 對實化當中你在創佳期嘛 對金屬中心啊還有我們羅斯羅茂這些 對於如何去提這個生產高質的這個產品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對實化你怎麼做 對實化的這一部分 其實坦白講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政策就是把值 留在台灣把量出去 所以研發部門要不要到高雄 當然不是研發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我們這個沒有分 所以北 好啦再來 再來我頂多在第三點 第四點啊 針對改善職場 針對南部的部分 你如何吸引年輕學子投入產業 你的園區再新計劃 以及強化公共建設應該持續堆動 所以你的園區的改善 好的經費要逐年是要編列的 然後再來再來我們石化廠大部分都在我高雄 所以你們應該要繼續辦理大型石化廠的公共安全聯合督導稽查計畫 這個你們在去年度已經結束了 結果 我們同意 我想理委員這個基本上我們工業啊 南部是我們產業的重鎮 我們不可能說 所以研發部門就要下來啊 土地台糖的問題你要替我們解決 不要放任董事會派系 在那邊糾葛 然後你經濟部好像每次到內政部去審查的時候 你經濟部都沒有事情 因為那個是土地的問題 你要知道沒有土地就沒有產業 沒有產業哪來了台灣競爭力啊 謝謝以上 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明文委員